大猪蹄子 消费者的嘴 骗人的鬼 有两百多万人关注猫哥 听他讲操控 让人错以为 现在的消费者 还是很喜欢操控型的轿车的 结果到了真掏钱的时候 你们猜怎么的 全都暴露了 二月份销量前十的数据出来之后 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燃油车型里面 卖的最好的轿车是 轩逸老义速腾 这个操控有毛线关系啊 不还是因为便宜吗 哎呀肯定有些人就要讲了 这不是因为眼前的苟且吗 当我拥有适合远方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要支持一辆 操控型的轿车 哎呀我差点信了 你看看榜单里面 GLC比C系卖的还多 说好的适合远方呢 你们宁可把C系送进前十的榜单 也不肯支持一下宝马 喜欢操控呢 再看一下新能源车的榜单里面 暴露的就更彻底了 除了秦plusDMI 是款正儿八经的轿车之外 新能源SUV占据了半壁江山还多 合着只要油耗不是问题 你们还是会投进SUV的怀抱呗 那到了增程这个赛道上 暴露的就更彻底了 前六名都是三五十万的中大型以上的SUV 那些小车和便宜的车反而在榜单的后面 瑟瑟发抖 那就是说你们到了中年的时候 宁可钓鱼空军 也不肯去支持一下操控型的轿车呗 哎呀终归还是错付了呀 你们的这种表现就像在小姐姐的直播间里面 甜言蜜语的说等歌发达了一定来娶你 你好慌哟 我好喜欢 等自己真发达了 都是找那些踏实本分会过日子的 哎呀当年杜师娘就是这么错付了 哎呀再看看被这些消费者忽悠的特斯拉冒头三海豹 真的是表现 现在啊雷总也已经迎合消费者操控的需求 推出了SU7 你们千万不要让雷总失望啊 记得点赞关注哦